嘿,大家好,我是水柚,這不是阿神Ricky,歡迎來到我的Studio 今天我有點乖我的歷史書 然後今天我們要繼續翻開我們那一本不應該在晚上翻開的那一本書 在上集阿伯搜的時候,我們開始了我們的二週目 然後我們在這間房間還有這個可愛的小鬼絲 在這個房間混了一集阿伯搜之後 我們終於找到了鑰匙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邊應該是學生會社的理教室 就是應該是在當年還記得小島園被幹掉的地方嗎? 應該是小島園沒有錯吧,我記得他死在這個地方 還記得一週目嗎?如果不記得的話 可以等一下左上方的連結可以看到一週目的連結 你可以回到一週目去看一下小島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上集阿伯搜我們拿到了鑰匙之後 我們似乎要往外面走欸 有東西在我後面 不知道各位Bob有沒有發現 頭皮麻了 噢,這些黑色的東西是 應該就是剛剛說到的什麼虛空人形吧 不能讓他們對上眼睛 不然會被他們拉入他們的世界 噢,我待會在想些什麼東西阿 這樣的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在現實中嗎? 這種黑色的東西,看起來沒有什麼在注意我的樣子欸 應該可以悄悄離開這個房間吧 應該可以悄悄離開這個房間吧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要和他們對上眼睛是不是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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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等一下,是不是鎖住的意思嗎? 似乎再用一點就可以打開了呢 喔,所以挖和空白鍵可以打開耶 打開打開 Ups 一橋同學來往 我又不是一橋 Wu No 嗯嗯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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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我的小白 對不起 我剛剛不小心打太大力了 對不起喔白狼君 那個黑色的東西 暫時不會出來了,對吧 好像這邊有點安靜耶 似乎 似乎安全了呢 可惡!究竟怎麼回事啊 這個門 感覺隨時都有可能被撞開的樣子 趁黑色的東西還沒有出來,趕快離開這裡吧 花束回來,我也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呢 這是...嘿 現在連存檔...現在連存檔臉都在鬧我就是了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需要做些什麼?寫個紀錄好了 草蛇!床來了撞門的聲音 我可以直接從窗戶外面跳出去嗎? 我們還正在下個雨 我們要往樓上走還是往樓下走啊? 我先看一下樓上好了 這裡是... 啊!這裡是天台欸! 好懷念的地方喔 垃圾桶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算是恐怖解謎遊戲 從垃圾桶裡面找到什麼重要道具也太過分了吧 是這樣子嗎? 你們有覺得這邊很懷念嗎? 這裡是四樓 從車一跳下去的話,感覺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呢? 我想也是 可是... 可是... 似乎沒有找到一條小... 樣子 剛剛有人看到那是什麼東西嗎? 這地方番茄醬真的都是不用錢的樣子 我... 好... 我往樓下走 吵死了 好,往樓下走 嗯... 來玩吧 看我一起玩嗎? 他的聲音有點可愛欸 如果各位怕不注意聽的話 快來這裡吧 似乎聽到女孩子說話的聲音 聲音從那扇門傳過來的嗎? 不是很想過去呢 那就不要過去啊 啊,鎖住的 嗯... 好 呃... 看樣子只能從這邊走過去了呢 大家知道剛剛在一樓的時候我一直在憋氣嗎? 所以剛剛才沒有被那黑色的手嚇到 呵呵呵 但我發現我剛剛很少講話 嗯... 我要再憋氣了 噢... 唉唷 有亮亮的東西在地上欸 各位怕不剛剛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什麼地方? 是走廊嗎? 走廊的房門竟然有七種顏色 真剩的趣味呢 這就是彩虹走廊 沒有彩虹小馬那一個 我好像聽到什麼聲音的樣子 我剛剛看到亮亮的東西 在這裡 奇怪 不見了 又有了 感覺是... 感覺是BUG呢 我們現在往哪裡走? 齁齁 等一下那聲音越來越大聲 先存個檔好了 需要做什麼? 寫個介入 嗯... 起來這裡好了 是這裡嗎? 門被鎖住了 不是這裡 門被鎖住 也不是這裡 那聲音好討厭喔 對不對 這是我們出來的地方 要記得有兩個洞是我們出來的地方 都沒有... 都沒有任何的線索 齁 那是... 小嗎? 剛才是不是有誰跑過去了? 嘿 地上這攤紅色的東西是什麼? 啊... 他一定是找不到廁所 然後又忘了帶 你還是要踩上去 天啊 你好重口味喔 主角 一定是紅色的飲料吧 如果真的是血的話 這明顯已經是致死的量了 我的名字叫做小 已經死掉的我 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呢 這一次的比賽 這一次的比賽 就用它為道具吧 誰才是最強的怪物 再起一分高下吧 到底... 到底是什麼啊? 這種感覺好像想起了是什麼 咦? 不不... 不會要跑了吧 又是一些黑色的東西 感覺被抓到的話 不會發生什麼好事情 快跑 還真的要跑喔 我們要跑去哪 我們跑回去好了 嗚 嗚 嗚 欸嗨 地上有一把紅色的鑰匙 這把鑰匙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掉到這個地方 等一下等一下 讓我思考一下 外面是彩色走廊 紅色的鑰匙 彩色走廊第一顏色是紅色 所以是第一間房間 好 只能先撿起來再說吧 得到了紅色的鑰匙 噢 嗚 嗨 嗨 旁邊那兩個就不理我欸 嗚 紅色的鑰匙 第一間房間 來玩吧不要 這間這間這間 門是鎖住的 對了對了 用鑰匙 打開了 天啊我真是解謎高手 呵呵呵呵 拜託喔 阿神 這種東西連小學幼稚園 都能夠知道 紅色是彩虹的第一個顏色 呵呵呵 因為背後的黑色掛物 我慌慌張張的逃進有房色 喔有紅色房間的那一間房間 這個房間似乎是美術室呢 空氣中瀰漫著一股 化學顏料特有的味道 雖然姑且是逃到這裡了 不過 現在還不是安心的時候 他還有節奏 動動動動動動動 他其實想組樂團嘛 呵呵呵呵 黑色的怪物似乎沒有放過我的打算 房門不斷的傳來巨大的撞擊聲 嗚 那個怪物 在撞門嗎 可可可惡 真的房間看起來沒有那麼結實的東西喔 用背後撕死的抵住了房門 有一股絕望的感覺 從我的胸口蔓延開來 破舊的木門 以及生鏽的門鎖 這個房間的房門的外的怪物 攻破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就沒有 就沒有什麼辦法了嗎 他會講日文耶 你嚇到我的手 哇 我說 指著別人的 指著別人的頭髮 喔 不對 指著別人的臉 發出那種慘叫 也得 喔 指著別人的臉 發出那種慘叫的事情 也太失禮了吧 對 對 對不起 不過 你是人類嗎 你問出了比剛才是失禮的問題呢 呵呵 我的名字叫做 一 五 哇 要 要 要撐不住了 看起來 現在還不是說這些的時候 小欸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吧 木箱裡面似乎裝了不少東西 箱子 嚴嚴實實的堵住了房門 似乎 似乎是這樣子呢 我終於遇到同伴了 嗨 呵呵 那麼 重新自我介紹一下吧 我的名字叫做小 是這所學校的一年級生 我的名字叫做 啊 原來他不是叫做太郎喔 呵呵 我的名字叫做 優石橋的郎 叫我阿橋就可以囉 他們都叫做橋欸 你說的學校 是指這裡嗎 是的 你現在所處的地方 你現在所處的地方叫做 新川高級中學 新川高中 果然還是想不起來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難道 不是因為你想要留在 學校進行 夜晚的大冒險嗎 不 雖然之後打算報名 報名考新川高中 但是 我現在又不是這所學校的學生 那麼 就是來參觀 這所學校的時候 啊 那裡似乎有什麼東西 我去看看 你們先走吧 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把人講得那麼白目啦 或者又寫 啊哈 不小心撞到頭了 被送進校長 So all days 呵呵 什麼東西啊 新川高級學生 新川高中的優點身分 的想像會都這麼豐富嗎 嘛 大概吧 大家都是能夠想出 有一點那個的點子的人了 話說起來 外面那些黑色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是 麻生這BGM好可愛喔 呵呵呵 那個是 靈異傳說 靈異傳說 就是那個啦 每個學校都會有很普通的那個靈異傳說啊 黑一點都不普通好嗎 總之 因為那個傢伙離開之前 我們還是在這邊躲一躲吧 喔 也只能這樣子了 不會對你做什麼奇怪的事情 呵呵呵 我怎麼覺得這個小跟櫻子木的小不太一樣啊 他好開放喔 他好開放喔 呵呵呵 欸這小好可愛喔 我喜歡這個小 點點點 怎麼了 一副 預言柚子的感覺 呵呵呵呵呵 學姐你是 這是我學校的學生嗎 嗯 雖然我是一年級 第二學期才轉學到新川高中的啦 新川高中是什麼樣子的高中啊 因為國中畢業之後我打算報考這裡 所以想多少了解一下新川高中的 新川高中嗎 呃 果然我不應該報考 不是啦 沒有這回事 反正一切都已經 欸 你說什麼 不 沒有事 請放心的報考吧 我怎麼覺得這個小好像有留著 一周木的記憶 不然就是他有所有周木的記憶 他感覺是知道所有事情 然後 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這故事到底是什麼樣 但是覺得這個小 跟一周木的小不太一樣 一周木的小傻傻的 似乎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樣子 但是這個小似乎知道很多事情 而且 為什麼的主角突然從一周木的學長變成學弟了 還是他本來就是學長 但是 他的記憶變成學弟的記憶 咦 這樣的靈異傳說在新川高中很常見嗎 嗯 在所有高中都很常見喔 沒錯學校都有的啦 其他不可思議啊什麼的 沒有哪種學校會把其他不可思議變成現實啦 天真 明明就要馬上就要高中生了 居然還相信世界上沒有鬼這些事情 哼 正在騙你的 所有的成熟的大人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鬼喔 是嗎 哼哼哼 這真的是這樣子嗎 哼哼哼 真的有一種學姐耍學弟的感覺 我覺得被當成笨蛋一樣在耍 啊啦 吃藥了嗎 哼哼 我發現 二周木的小好可愛喔 多的對話不知道我們會有其他的對話 喔沒有了 所以我們快速的跳過去喔 來搜尋一下這房間有些什麼 喔 這樣子沒問題 這邊還有 唉唷 那個臉 有點像是寶拉 哼哼 人生是Happy Polar 我應該放大給大家看 哼哼 這邊有什麼東西嗎 喔 喔 我撞到 撞到麥普 哼哼 好痛喔我的眼睛 果然 果然要保護好你的眼睛 呵呵呵 喔 努力的花似乎可以看得清楚上面的字 要認真看一下嗎 好的 新川高中 七不可十一傳說 表裡靜 喔這我看過我了 這就是之前所看過的 文字寫到這邊就結束了 一模一樣 不過這份似乎是手寫的 上面在那紅色的液體看起來有點可怕 呃 我發現小擋住了一封信欸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努力的花似乎可以看得清楚上面的字 要認真看看嗎 好的 七不可十一傳說預告 接下來呢 將會帶給你特輯 黑色鬼手 怪物歷史書 所以總結起來就是怪物歷史書 對不對 請繼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似乎是在宣傳什麼樣的海報的樣子 不過上面畫著大大的插弩 喔 啊 這樣真的沒有問題嗎 小學姐 我現在比較想要找到的是存檔點 是這個嗎 幾張的封面上面寫著比賽記錄報告 比賽 記錄報告 到底是什麼樣的比賽啊 今天上口口課的時候 口口課 往口口的水杯裡面 偷偷倒進了紅色的墨水 毫不自禁的口口 將它們全部都喝了下去 然後 它就像吐血一樣把 把我加進水瓶裡面那些紅墨水 吐得到處都是 簡直實在是太口口了 呵呵 只是假裝吐血就能夠那麼有趣 如果真的口口了 我不是鐵定可以贏得這個比賽了嗎 下一次 往它的水裡面 再加入一些口口吧 光線檯案 有些字看不太清楚 比賽 我喝墨水 欸 我們一起來進行一場比賽吧 可惡 我怎麼想到它會自殺啊 他 他 自殺 欸 我說 比賽總要有個道具吧 既然如此的話 就選它為道具如何 誰的霸凌技術比較高 就讓它 作為衡量的標準 比賽來道具師 唉唷 這聲音在我耳朵一直回繞欸 有吧 能聽見嗎 現在在左邊的耳朵 跑到右邊去了 好毛喔 一 還給我 喔 桌上的紙條被小奪走了 哇 學 學姐 唉唷 小變得怪怪的欸 學姐 學姐你沒事吧 這小好恐怖喔 這不是我在一周目認識的小 喔 喔這邊有一封信 剛剛擋住的 似乎是從筆記本上面 寫下來的一頁 要看看嗎 好的 是我 是我殺了小島原 殺了 小島原 這個是 犯罪生命 在學校裡面 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啦 一定是什麼戲劇的台詞吧 OK 欸 我覺得再玩下去 我一定會被嚇到喔 趁這集還沒有被嚇到心臟病發為止 我覺得這集Episode 我差不多跟演到這了 我們看著 我們看著我們的小 欸等一下 那邊是不是多說了一張紙 玩他的下集Episode再看 我們看著我們的學姐 可愛的小 然後結束這集Episode 如果各位Bob喜歡這款系列的話 別忘了在下方的評論告訴我 你們喜不喜歡這款系列 然後 在左下角 會喜歡在左上角於訂閱 每個喜歡每個訂閱 都是對我的支持 然後非常感謝各位Bob們 到現在對我們的 每一個喜歡 每一個評論 每一個支持 每一個feedback 然後 覺得 這集Episode 我差不多能到了這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點左下角 跟喜歡在左上角角 可以訂閱 使用影片頻道 使用影片動態 我們下一集Episode 再次翻開這本 瓜哥歷史書 see you guys 掰掰 所以這是一個HAPPYENDING 不要再放了啦 你們國家城太多了 這是夠了 HAPPYENDE HAPPYENDE O,D